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2022年WTT挑战赛阿曼战 进入最后的决赛日 迎来了第二场决赛的较量 国拼两位非主力选手宽曼 张瑞在女双的最后一轮中 遭遇印度组合苏蒂尔塔与艾希卡的顽强阻击 单局甚至被轰一比八比分 但却被二人实现超级大逆转 最终大比分三比一锁定胜利 有惊无险夺得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 宽曼今年才18岁 却已经打败过奥运冠军陈梦 世界冠军陈信彤等人 而张瑞在国拼队内 不过是模仿伊藤美成的生交打法陪练 如今他俩一路过关斩将夺得冠军 而宽曼还在女单 女双比赛中连续战胜陈信彤 真是后生可畏 本站阿曼赛国拼 共有三对组合参加女双项目 其中和卓家与刘伟山 在资格赛阶段就出局 1比3输给了陈信彤与前天一 而陈信彤与前天一又在半决赛 1比3输给了宽曼与张瑞 而印度组合也在下半区的半决赛中会失 最终苏蒂尔塔与艾西卡获得晋级 决赛开始后 国拼组合一上来就占据了明显的主动 进攻质量非常高 很快便压制住了对手 而印度选手也只能靠颗粒胶来制造旋转变化营球 结果几个回合过后 以6比11丢掉首局 形势大好 第二局宽曼在比赛过程中显得有些犹豫 很快就与张瑞一起3比7落后 最终8比11被对方扳回一城 第三局国拼组合再次开局不利 仍然有些摸不清对方的旋转 打得比较混乱 随后竟然被对方轰了一个1比8的比分 面对逆境 凯曼与张瑞开始逐渐找到感觉 一顿狂轰乱炸后居然追到了9比9平 但随后又被对方10比9拿到局点 关键时刻 国拼组合没有被吓到 随后连追3分 12比10拿下 大比分2比10先将对手逼入绝境 真是刺激啊 第四局印度组合心态已经崩盘 上来就0比5落后 最终以6比11输光整场比赛 国拼成功夺得冠军 祝贺凯曼张瑞 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不让人感到意外 毕竟中印两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比较大 国拼胜出是很正常的 但过程仍然值得总结 相对来说 凯曼与张瑞组合 和陈信同与前天忆组合之战的技术含量更高 两位非主力能击败一位世界冠军主力 一位排名比较高的星星 这才是真的爆了 此外 凯曼本次比赛还连续淘汰陈信同 前天忆打进了女单的决赛 很有可能成为双冠王 期待他接下来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